随着智慧型手机的普及 无论何事何地 都可以看到每个人人手一击 行动网路对于现代人来说 可以说是生活必需品 而因先前受到疫情影响 为了避免接触 包括居家办公 学习和娱乐等 都必须依赖线上完成 再加上家中联网设备越来越多 宽屏网路更已成为居家标配 其实这就像是高速公路的建设一样 我们现在就是把台湾的 所谓的第二条高速公路先建好 当这个平宽已经具备了 高速公路已经具备之后 事实上它的应用就会接连的 来等到技术市场消费者 一旦成熟之后 它就是有一个爆发性的成长 那如果到那时候 再建高速公路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是先把 所谓的台湾的第二条高速公路 资讯宽屏高速公路先建好之后 那这样的服务 其实是很可以期待的 而随着智慧家庭加入生活应用后 包括常见的居家监控 物联网 智慧家电的应用 这些都需要高速网路的支援 来进行远端操作 不仅如此 就连现在月听众在家中 收看的联网电视 OTT串流平台 都是必须靠高速网路 才能达到最佳影音品质 影音的部分 我们知道画质会一直在成长 还有运动赛事 大家都很希望能够观看 那运动赛事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稳定的宽频的 不仅仅是HD 要4K 8K 这样的一个高解析度 高品质的收讯服务内容 所以频宽的需求 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的 在智慧家庭的时代 许多智慧联网设备 都需要家中稳定的Wi-Fi环境 才能在良好的讯号中 发挥智慧家电的功能 国内就由有线电视业务 推出搭配Mesh Wi-Fi的方案 不用加价 就能提供真正的全无Wi-Fi 更让影音享受 不再卡卡